總統命名會場 總統好 國防部參謀總長 黃曙光上將 授軍典禮 典禮開始 全體出立 主席就位 授軍人員就位 宣讀軍機詞 海軍二級上將黃曙光 任職參謀總長期間 努力推動潛艦國造 國防自主 整體防空規劃後想 優先打擊重要反制目標 提升後備動員戰力及激進國軍事官制度等政策 並強化聯合建徵 聯合作戰演訓 整體後勤運作及整合工資電戰力 與防疫救災整備工作 運籌事宜 公機卓入 僅依陸海公軍軍賞條例之規定 頒售黃曙光上將 二等保領勳章一座 用事講演 借招冒響 中華民國110年6月24日 恭喜總統授軍 主席致詞 請小心 主席致詞 請小心 國安會顧民部長 國防部邱部長 還有今天受訓的主角 黃曙光總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首先 我要代表國人 感謝黃總長在這40多年的軍旅生涯中 為守護國家 保護人所做出的貢獻和付出 黃總長是我上任後第一位競爭的上將 他不僅在海軍司令任內 讓國建國造如期如值的進行 在擔任總長期間 更讓國防戰力改革有突破性的進展 我們的聯合作戰能力 已經在去年的漢光演習中 完成了第一次聯兵營戰力驗收 今年 我們也新增了兩個後備力 要強化長後一體的戰力訓練 這一路走來 非常不容易 特別是我交付給黃總長的潛艦國造任務 更是遇到了許多的挑戰 但在黃總長不畏困難的衝勁下 不管是政府和民間的合作協調 還是技術取得的問題 我們都一一克服了 現在 潛艦國造已經重工 拿出具體的成績 讓國人看見我們的決心 從黃司令到黃總長 從國建國造到軍事制度改革 許多重要的工作 黃總長都有深入的參與 留下了許多重要的成績 值得肯定 在這裡 我除了要代表國人 再一次感謝黃總長 為國家所付出的青春歲月 也要請黃總長 務必持續對我們的國軍貢獻心力 讓中華民國的國軍不斷精進 謝謝大家 恭請總統與授勳人員合議 謝謝大家 準備好 我們請期待 好 消息 我們請期待